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黄山战的比赛 那在这一战当中呢 对阵的两位棋手呢 也是我们的全国冠军 一位是鼎鼎大名的这个特级大师吕欣 另外一位呢 也是非常年轻的这么一位冠军 就是这个特级大师孙永征 孙永征呢 是在2011年呢 获得了全国各式赛冠军 终于呢 如愿以偿的呢 登上了这个各式赛冠军的宝座 那吕老师呢 得的冠军呢 是比较多的 可以说是冠军富翁了 那好 他们两个人的比赛呢 对冠军我们待会儿再欣赏 先来看一下我们前方记者 带给大家的精彩画面 我相信这个中国冠军的比赛 和以后这次的比赛 一定能把中国像 这种新生的比赛 全中国的古老文化 会传到最新生的比赛 我们愿意如今天的比赛 一切顺利能够明山明居明手 明日会存 我们期待大军 现在来 很高兴来到黄山 唐摩 参加那个2013南西江杯 决战明山的唐摩战的比赛 这种新生的比赛 把它跟那个理由级别结合理想 对我们相机的影响 可能也会应该帮助 跟那个比赛结合起来 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 唐摩也是我们 还会放下一个 著名的旅游经理 在这个比赛 对他下一位的旅游开号 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通过这次比赛 扩大一下我们景区的影响 吸引更多的游客 中国相声的魅力 和我们优秀旅游景区 优秀的 古村的文化 扭机家伙的 一个最好的一种形式 这个比赛呢 是把这个象棋的文化 和这个旅游的文化 结合在一起 而且呢 这个队员 在这样一个 优秀的环境下棋 实战 更能体现我们这个 棋的这个内涵 今天对手 是吕清吕老师 应该说也很幸运 实际上是因为第一盘 或是马 然后第二盘 运气比较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 这盘棋呢 大家也是抽仙啊 这个抽仙的过程当中 吕清老师选择了后手 嗯 第一盘 孙永征直呼先走 孙老师 那个 孙永征呢 也是特技大师 我们的这个泰斗 胡荣华老师的这个学生 马二进三 驱逗兵马 吕清呢 这两年呢 也是担任了这个 广东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 这个行政事务也多了一些 他呢 也有意呢 想培养这个后备力量吧 因此这两年呢 这个联赛 他去年上的比较多 今年上的就比较少 对 今年他基本没上几场 那吕老师呢 本身的功力呢 还是非常深的 小吕快刀呢 名阳天下 在八十年代 八六年 1986年 他首次夺冠以后呢 可以说一直辉煌到了 最近这一两年 这两年是联赛下的少了 其他比赛他还是下的 就是藤宁一度呢 这个得的冠军非常多 得的世锦赛冠军 还有全国个人赛冠军 这加起来 数目非常的惊人 对 现在呢 这个孙宁针呢 选了一个 当前比较流行的 就是先步走武器跑 然后待机而动 等于是采用直红鞠的这个功法 对 黑方足以进行的接受这个对兵 那么红方拱掉 他居住在吃 前两天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柳大华直红旗对阵 高龙的旗 当时呢 红方走的是 爬爬平旗 这番旗呢 孙永生呢 又变着了 他走居住平六 这是一个 比较老式的这个功法 他的意图呢 在于看黑方呢 敢不敢吃兵 然后再 抉择呢 这个新的寄攻线路 对 那原来的硬法呢 就是黑方有足迹送兵 等于孔子在居住 他在居住 把他吃回来 等于去个腰队 对 这也是一种比较稳健的选择 那么还有 直接吃 吃 这盘旗 吕老师就直接吃了 他选择了直接砍兵 吕老师的旗呢 是比较有霸旗的 对 他是敢于 在关键的时候练队 是敢出手的 对 但是呢 这个出手的时机 是不是很适合呢 因为毕竟吕老师呢 最近可能行政事务 对这个棋谱啊 经年的程度不够 就说你吃了这病以后 你后边的问题 能不能跟上 对 吃本身病 其实今年啊 我觉得就是上海棋手 这个调子非常的好 因为孙永珍啊 包括这个特技大师谢静 也是他的同门师弟了 先后也是拿了两个 比较重要的比赛的 这个备赛的冠军 那孙永珍呢 这个忘了给大家 还介绍一个 他一个更主要的老师呢 是上海普通的这个葛业普 葛老师 对 这葛业普呢 也是早年呢 对孙永珍呢 上海大师啊 爱回有加 对 这个天天陪他一起 这个训练 对 对孙永珍的成长呢 也起到了很大的 这个作用 洪芳这招棋呢 就比较刁钻 他呢 等于彻翼的 从黑方三种线呢 进行这种 对 摇攻 将来呢 有些潜伏的手段 那么 吕老师呢 在不知不觉当中啊 这个棋局就陷进去了 嗯 这个棋啊 就是黑方啊 如果明对点 应该赶快就花很久 这个也是赛后啊 我也专门看这棋 我认为黑方 他还是有顾虑吧 就是顾虑 那肯定是有 对了以后就登了 对 就将来这个棋 赶快试四进五 就不要了 哦 试四进五 向三进五 减轻这边压着 就觉得这边线上 感觉还是 这个棋总感觉对局亏 对啊 对完了 你对这边一撞你 你总感觉有点难受吧 感觉亏呢 我就补相吧 补相以后呢 你看让洪芳先手一飞 这个局再回来就不肯 因为再回来洪芳 怕这局落进五什么样 嗯 局落进五倒是 也可以再平他 但是他不愿意了 对 那进呢 肯定太深入了 因为两个泡泡 进这个人家以后 再扶着打局什么的 翻不上吧 因为你另外你一平 他将来进局 他还有个退炮什么的 对 总之你这个棋 另外你平他还有冰淇淋 直接冲 直接冲比较凶 他会面临这些 潜在的这种攻击嘛 所以他想退回去 是不是稳一点 但是这个棋子 你想稳呢 洪芳偏偏不可以稳 这个棋子就是啊 最早啊 在九十年代 实际就有人在这方面做过探讨 上海队对这个棋啊 还是很有研究的 对 刘老师可能对这个棋重视不够 所以说 作为这个大家来讲呢 就是你在各种场合 各种局面都要不断的汲取营养 其实他这个棋看起来 看起来感觉上G6近5也挺凶的 但是不如这个G6近7更有力量 就是洪芳你看着他挺笨的 这个中炮又拆了 好像重复了吗 不是很那么凶啊 实际上洪芳这个棋啊 他子力集中啊 对黑芳的右翼呢 有很大的压力 压力非常大 尤其这个G6近7砍进去之后 其实是非常 走到这儿呢 就是沉的这么一招棋 就黑芳这个棋啊 可能最符合局面精神的 就是应该赶快对 如果你捉我 我就回来 你再捉这个 我就长 因为你不捉我 打得死局 下不及黑芳将来有这个棋 那人家要蹬你一下 你怎么办啊 蹬你再进一招 蹬对局啊 有一个闪 你蹬我当然还可以进了 对 你要是长这G2近6 他会 他会 应该G2近6 也是对局 来下去 这儿的就是黑芳呢 看上去后手一点呢 就是说 应付的这个空间还比较大 坚守吧 感觉 但这个棋呢 吕老师肯定临场 对局感觉有点委屈吧 对他想不到这个棋这么亏 然后他就走 泡花金6 泡花金6呢 也是看上去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啊 但是胡芳抓着这个机会啊 他对这个 对起鸡兵了 对你三个马 对这个 其实说实在话 我觉得应该这时候对也没问题 他实在也是这么对的 对啊 这个对呢 本来胡芳吃了也是占有 吃了 吃了我拱你啊 对 你多过个 多吃个象 我一拱你 这个马没有喂 你只能飞我 我飞了 你都让你打一个象 但你G被压低了 但是打象的这个棋 还是胡芳优势 你下久了 毕竟多个物质的力量 但是这个棋呢 感觉呢 可能胡芳认为 还不是特于满意 所以他又做了一个新的这个努力 他先捉你 嗯 那我平开 平开 然后胡芳这里呢 忙里偷钱 他补个事 他把事 他知道你 他为什么 这个炮老有 他背后有一个勾搭 将来有这种闪击的动作 他补 他把自己的阵型补扎实 补扎实了 黑芳足迹起 胡芳再忙就去办 这个棋 黑芳很痛苦 胡芳吊着你这个三绒线 他不动双色 那关键是你红芳不敢动了 这个黑芳不敢动了 这棋 就黑芳不动了 这个前菜的红芳 这个力量又很大 对 所以黑芳又必须硬头皮去解决 解决 人家一飞 这三绒线还是出路了 你这马怎么办 就还是没地方去 对 马三退伍又回不去 人家这边又有卡 有七八平六 限居 你只能回马七退伍 红芳先手一回向 捉居 那又怕七八平六 他先去 我只能走这个了 对 你都盯着这个 这马要活了 下不洪洪 他也没走炮鸡精二 炮鸡精二怕你马三计四这么团 对 容易走假 他这个棋走得很实惠 对 这个孙悟中的特点 就是他的棋力量很大 他很扎实 对 他对棋的 就是说这种敏感 倒没有这些履新 他们这些 反应那么迅满 觉得他没那么犀利 但是他非常扎实 对 他下棋的就是 你看他平时说话般事也是 他比较稳当 比较稳妥的 这么一个小朋友 很可靠的一个 对 今天孙悟中呢 也是三十岁了 三十出头了 对 二十八岁拿的冠军 对 对 也是属鸡的 他比我小 十多岁 对 马三斤四一跳 这个棋又盯着马三斤三了 然后马三斤四 马三斤一 这种线路就出来了 那黑方这个棋就很头疼了 这个鸡怎么办呢 头疼呢 这个就拦不住这个马 对 又盼那个鸡卡来 他先打一下 回打 那红方棋巴腿 贴住 卡住 对 继续 黑方呢 鸡三平六了 那红方 弯回来 这个又集中了一个大子 然后他走炮音室 这个棋以后就可以进了 这个比较难受 另外一个招法 就是黑方可以考虑走炮音室 沉下来以后倒沟 对 你沉下来它肯定也是进 就肯定是这么挤进去了 那沉下来的效果 要可能比这好一些 这二呢 等于是红方 他想打中兵 除此以外 红方也就沉下 单刀直入 也是占有 红方走这个呢 也是稳步推进的 一个有利的环节 担心对居吧 可能会有对居的手段 不一定 然后他走炮八级 炮八级 对 有对居 他举八级一 这个又闪了 他就进去呗 马五进气跳出来 对居八平三了 这骑这个最难受的 就是这马呀 永远没地方去 对 这个比较烦 左右都不好跳 这两个马都不好跳 马七又退伍 又转回来了 那这时候 实际成熟呢 红方就毅然绝然地呢 发动了 就动手了 进击 不用急 这个好奇 这个兵呢 黑方又不好 不吃它 但是也可以考虑走 就是这样 可以考虑 但是这个兵呢 他又悬在这呢 他也怕将来出一些故障 那肯定呢 那冲兵过去了 那好 要鼓掉 马八进气一拱 双马一踩 只能再拱 马六进五又一跳 现在是 杀骑 砍炮 逛脚杀 吃了炮就跟你学刹一样 没办法 马三进五 填住 红方呢 走得比较单刀直入 底炮一撑 也可以打锯 这都可以 这个都是他的权利了 现在准备灯像 然后黑方呢 这个时候走 背后一打 背后一打 就是你在灯像 它可以打回来 那也不行 灯像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 就这个棋啊 黑方本来还有一个 这种打法 这种打法 红方就可以把它 也是灯 当然退居也是占有 就灯的都够了 这棋 你打 再灯一交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中局的激烈战斗 吃马 对 红方这种 这马没地方去 去了挂脚 只能吃 他吃它 对 这个棋啊 红方有高向反马 再进马的棋 太厉害了 黑方如果平均有这些反杀呢 红方既可以走这个文件 你可以平均 对啊 都行啊 对啊 你就得送马了 送马吃了还有一点油 对啊 也可以走马五退七 马进八 马五退七 打相打死 绝杀了吗 你电炮 你反杀 反杀 红方退 这个也是 你打了下招 我再进 也是绝杀 杀都杀了 他可以这个 对 反正也很难解 也是绝杀 反正这个棋 红方也很厉害 精彩 由于时间关系的 我们不给大家细说了 总之 红的有这要难 手段太多了 手段 人称呢 这个林场当中呢 他还是力保 这个球稳 因为迎戏不当事嘛 他这么早的时候 也黑灯像 他没有去灯 嗯 跑停七一打 他躲还也 这盘棋很精彩 这盘棋很精彩 然后 嗯 他去躲还 现在又要灯像 还要灯 这怎么办 你这像还得逃 因为灯着沙 马五退七 挂 然后再打门工 他只能向五进三 这个棋 就是你 马也出不来 出他简单换掉 你打 这个灯 一砍炮 对 这边还是挂脚杀 对 因为这个马 挂脚马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杀招 所以他只能向五进三 对 人家又 又是杀 又是杀 一将你一垫马 底套打死 这个又是杀 那黑方很无奈 又把这个像退回去 退边像 这个时候呢 红帮采用的 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手段 也切实可行 另外 更加玄妙的招法呢 是浸泡 对 泡去腥 剩个搁在这 这个准备中间震是吧 对 准备这么僵 这个太饿毒了 它这么僵以后呢 你只能这么跳 然后他再吃这个泡 对 这太饿了 下招再走这个 挂脚 而且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啊 不好硬了 他如果居住退二呢 黑方可以转了 这个 有个马灯式的 这个棋子 你看 马灯底式 马灯底式啊 他非常精巧 下不掉马流退伍 反僵 对 下跑去下车给你僵死 你要是灯了 他就带僵一灯 就都给你吃了 吃光了 吃光了 这不行 这手段太多了 所以这个棋呢 可能 这个走出来 会更加漂亮 会但有想象力 太恶劣了 对 这招棋非常的精巧 他两个马都不敢登 但是这个棋手嘛 总是下最简单的 能看得清楚 一将 他只能电马 他直接回炮一打 这也都是 因为黑方这个区域 没有好位置 你没定不去啊 只能往前走 好近啊 如果你走这的话 他可以马五进气 走这个打更好 因为你拘离不了泪 一离得挂死 对 你进马中间 镇江也厉害 这个棋 控的地方快多了 全是红方的天下了 对 一打 红方再泡泡 再泡泡 其实这个棋打也行 就生生把这个泡也行 红方怎么走怎么有了 这个棋 因为红方这个位置太好了 太好了 那么最后两步呢 黑方很无奈 跳 对 杀掉 知识 红方就下几炮 就简单的取胜了 打中兵 也是杀 打中兵 你马要登的话 他直接谈你试 对 有个居住机 然后这儿马后泡杀 下几炮呢 就是比较简洁 容易长过 你如果知呢 反正我都吃了 都可以怎么吃 大底是浆 就吃光了 这盘棋呢 这个孙雄中呢 大开杀戒 对 也很凶快 也是一改 他的风格 对 是这个六大子进攻呢 这个攻破了 这个吕帅的这个防线 那么看看第二盘棋 吕老师直红先走 是不是能制造一些 反击的机会呢 对 好 稍后我们带给大家 第二盘精彩的局 这盘棋呢 吕青大师直红先走 看看怎么能够利用 先手的机会 来扳平这一局 嗯 红方呢 吕老师呢 嗯 采用的是 R13 嗯 冰漆棋 它是 这种直线牛 这个 吕老师很少下这个 这种套路 对 这种套路的棋 就这种棋啊 我们一般 专业局所管的 叫什么的 你中炮摆上了 继续过去了 这个其实就必须得 对这个布局研究特别深 对对对 当然红方这里有很多种变招 嗯 比如说走到这了 五七炮 五六炮 啊 还有机军中兵 对 但这种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你 研究一路 研究深了也可以下 对 但是说你要研究不深呀 你可能没有对方研究的深呀 那就比较惨 对 因为这里面 玄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那作为于吕老师来讲呢 他可能从经历上来看呢 还是从用实上来看 觉得对孙永诚小将子 孙永诚比他小了 成了二十岁 对 他又觉得不愿跟对方呢 去这种拉锯战 因为吕老师的风格啊 他是拉锯战高手 嗯 他就说在差不多的棋当中 都有棋的时候比较厉害 这种僵持的局面下 他处理的比较好 对 这种棋呢 这种大套路的棋呢 往往是年轻人呢 他不太下 更加熟悉 他不太下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骑的时候 屏风马最开始都不太敢下 因为觉得人家红方 可以选择的进攻路线太多了 嗯 那红方选择的是吴九炮 对 先正马 黑方十字净 这个就是经典的 中炮复合狙 就是吴九炮 对 就是吴九炮复合狙 对屏风马 屏炮对狙的经典 对没错没错 也会先出去 这都关系不大 他居一平二再 居九平八 然后他再派你打 你平居 他马进八 就这个局面已经走了 可摆盘总有了吧 可能不止 嗯 这个专业骑手都得走了 有上千倍 所以他这个棋呢 这个棋到这儿 其实就已经选择非常多了 对 这个棋呢 综合来看呢 有G八均六 G四G二 炮五均四 炮九均四 炮九均四 对 G四退二 还有G四平三的 G四平三当然亏 这个是棋力 他可以马八退棋 再回来 再打 作为红方来讲的 没有G一意义 所以呢 这盘棋 他选择了一个 这个 炮五均四 这是老谱 这个谱啊 是在我们学习的时候 就看了一个谱 这是在这个五几年的时候 这个非常流行 就是才有全国在的时候 因为我们象棋这个项目呢 也比较悠久 对 是在 这个现在的象棋棋盘 完全定型 与我们现在下的象棋 完全一样呢 是在北宋墨盐 对 那就说我们这个象棋呢 严格呢 已经走过1000多年 1300年了 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个先辈们 这个老祖族们呢 他这个创造力啊 还有想象力是非常 丰富的 而且非常合理 就是这么1000多年的情况下呢 这个棋局啊 这个子力 跟布阵没有变化 就证明这个棋呢 它是创造非常合理 那而且这个可见 它内容是多丰富 对 你像有的棋种呢 就说比如说 包括国际小棋 他都做了很多的改革 比如说后生变 这个王居一位 对 还有这个什么吃过路兵 对 就说他是通过一些改革呢 来增加棋局的难度 包括围棋也是 围棋可能最早是15路边 对 17路 19路 现在是19路 所以说象棋在这方面呢 确实呢 独树一致 好 那我们再回到棋局当中来 黑方呢 他下的是炮7-5 但是这个棋还有 那个足迹银冲的 足迹银炮金4 金5金6 这个都有 这个炮7-5呢 最早是由河北的选手呢 这下出来的 这个 我后来听他们河北队的队员聊啊 就是这个老将刘建中 跟那个新帅杨文青 这两个人呢 在这个摆的时候呢 就这么摆出来的 就是打兵来家乡左翼的反扑 应该说这个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 接了黑方走 独栖一 就这路 就是走到这呢 就是以往的炮尔进的多 炮尔进的 因为整体来看 就是洪方这个炮打中兵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他谋求了务实实力 他多兵 但整体的 速度慢 大子呢都要回旋 对 他得绕回来才行 那么抓住这个机会呢 他多兵呢 这边还占了一点便宜 就切人家一个无根巨炮 对 但是人家那个黑方那个马 黑方 靠位置非常好 左翼的子力硬 靠位置非常好可以配合了 那么走到这儿的 以往的这个队局呢 洪方都是出现的G8进4 瘦 因为这个G呢 既要拉着无根 但又要自己呢 要生根呢 自己 这个棋呢 这个棋呢 也很经典啊 这个 蒋川呢 是靠这个棋 赢了很多盘 是 包括他那年呢 得这个 这个冠军 2010年呢 战胜这个赵公荣老师呢 也走这个经典的变化 对 然后这个棋呢 马八金六 一登呢 他再G5突然 再G8进5 但这个棋的本局当中呢 洪方走了G8进5 对啊 这个是一个 这个棋就是寻求一些变化 比较有试探性的 这么一个招法 就是余老师的动意呢 就是寻求变化 他他想 跟G8进4走出有点区别 对对对 他不想这个 但这个棋区别在哪了 我们看 有迹可寻 然后黑方在G8进5 对 那么走G8进4 他也是走G8进5 对 就泡一打 因为黑方的G8频道有卡类 将来再泡G8 泡走 泡把金三的这种思路 他飞向 那这个棋原来在这个时候 就是黑方要的炮G平8 然后他马逢3 回马一个灯 他说G8平7 是 你来吃他炮 然后他来登你向 这个棋呢 往往纠缠 对攻非常激烈 洪方得一大死 但黑方有可能吃掉 洪方两个向 总的来说呢 感觉黑方呢 也是比较不错的 洪方这种攻防呢 逐步呢被淘汰 但是走还是能走 但是既然黑方找到了最好的硬招 但是 实战当中呢 就是 吕信居老师走了G8进入以后呢 他再走这个的时候呢 不一样了 就没有再走 这种炮G平8的路数 因为他感觉这个再平啊 这里会有些变化 洪方可能有这个鲜手灯 性质不一样了 因为在闪的时候 他的G啊 他G是能够平G给跟着 就说你将来手累 炮2平6有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有触发平4的动作 这是一个很 表面的这个直观的现象 那么黑方呢 那他就没走 孙程对这骑呢 看来也很有准备 他就直接登了 因为这个作为职业骑手呢 特别年轻人呢 他对这人流用不渝是很关注的 很熟啊 你飞 然后他就吃 这等于底线叫杀 他等于马换双向 直接叫你闷工 对 你只能吃了 这个没什么看的 然后黑方再走 闪鸡 炮2平8 这个就看出了 这个G8进5跟进4的 很大的区别 你要在这儿 你就敢吃炮了 对 在这儿黑方就完了 对 这个骑就完了 你白丢两个子 对 但是在这的时候 它是 它这儿有一闪鸡了 红方只能G8平2 只能连去挡 再拦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再走破坏平5 这个时候要吃马 对 这个骑作为红方来讲 我觉得它冷静点 换了算了 换了这个骑也没骑 也是一盘合起 换了吃了 甚至这骑还是黑方好 对好吧 电视中居呗 电视中居 然后黑方在G3平1搓的 不让它发出去 只能抱在这儿 然后在G2进8 这个都有 在下 追着吃 这骑黑的也还可以 这或是说的 我们很多网络高手 对着骑 打了 然后G2平4 对 这儿的骑 看似红方多一个子 实际上 红方只能 马五进3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退去盾 就这个象鞋 我们 盾措的手续还是很多 感觉它这种魅力 对 就是说它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退 其实它单开背后勾 可能也还可以 勾住 这个更好 这个骑 你看如果你冲的话 就这个骑 它将来 比如可以出个架什么的 对 出个架以后 闪一闪 出掉它只能知这个事 然后它泡我边一屏 这骑还是挺遭罪的 好像 你没有像着懵过 对 你要平平的话 或平炮的话 平平炮丢了 你都丢大死 没错 所以这个骑 还是有一些质大 你这炮呢 要是往里进吧 比如说你往里 想走一个安全的地方 它这骑将来有平炮 撤骑 单拆 对 这个骑 挺凶的 这个骑大家有兴趣 可以一起去摆一摆 你可以演艳 但是这个骑 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思路 应该是八九五离十 因为这个骑在讲这个骑之前 我也特意 拆了 很细致的 看一下这个骑 因为站在这里讲 你别给咱们广大骑友误导 还是要对 万一咱们哪位朋友 下比赛的时候 下出来了 所以它走这个之后 它一阵中泡 就简单的说 如果你吃我吃 聚能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然后它走的是 直接去二平五 对 就直接平去垫上了 对 当然这里边还有些细节的变化 来不及给大家细说了 然后它就泡七平八 泡七平八 红旁这个骑最主要它受牵 它这个居总不安全 一将 居三退四 然后居五平四 它就是接受这种换子 对 泡八退二一打 相当来讲只能换了 这么一走 黑方这个骑反而优势比较大了 那么泡就平二掉住 泡八平三 这个骑 打掉 对 这个骑应该说 红方走得比较失败 那现在就没办法了 你这样换掉之后 这个应该说也是 等于这个骑 那红方呢 就是这一段呢 被黑方捉回黑子 对 这骑我们看一下啊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就黑方这么一牵 红方动不了啊 对 动不了它只能去保了 后来孙悟中呢 这个就是 本来还有更好的出向 战队的手术 都不用走了 这简单一换就完了 让它泡平一 这个骑呢 就是再走一步 红方就 头子人负了 它泡打出来了 好 这个骑的最终呢 结果是以黑方胜利而告终 那黑方两胜 晋级总决赛 好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的对局讲解呢 就为您呢 安排到这里 好朋友们再见